各位小伙伴 你们好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 Python的 逻辑运算符 那么在 Python领域里面 与我们 上小学学的流动都差不多 比如说 我们这里面有 加 减 乘 除 取余数 整除 密 那么这个密就表示我们这个次方的意思 就是我们 上小学 取了一个平方 那么比如说 4的一个 A等密次方 那么就是等于4 好OK 那么以上我们就来去把它去 实现一下他们的一个 逻辑运算 到底与我们 在上小学 学的这个 运算有什么区别 好OK 那么首先 我打开一个 终端 7D 好那么打开完之后 我们直接进到 Python里面去 好OK 那么 进来之后 这里 在这里面 我们就好方便去注意一个 演示 首先 我先来去 写一个 1 1加1 同学们 你们觉得这个结果应该是多少 是不是2 好OK 这个是第1个 那么减数 就是 2-1 与我们上小学学的都是一样的 那么你这里面 你输入一个整数 它默认的是什么 你输入一个数字 它默认是整数类型 它就等于1 好OK 这是我们做减法 那么我们做乘法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 1乘于2 就等于2嘛 好 那么除法 与我们也是类似的 比如说我10除以2 那么它的结果应该是多少 是不是5.0同学们 好OK 那么9除以2它的结果是多少 是不是4.5 都是一样的 那么取余数 那么取余数就不一样 注意 取余数不一样 我9 磨以2 它的结果肯定是1 想一想 为什么是1 因为 9除以2 我们经常在算住 除法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4 4除完之后 可以被整除 那么是不是还剩一个1 它没有被除到 所以说我们就 取出来 我们不能够被整除的 那一个数 就是我们的这个余数 就叫取余数 好 那么我们10 磨以2 它的余数肯定是0 对吧 那么11呢 同学们想一想 11 磨以2 它的结果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1吧 就取余嘛 我10可以除了 可以整除 那么只有剩一个1 就取下 就取我们 剩下的那一位数 好 同时我们也可以去注意 一个整除 那么在整除里面 我们11 除以2 它的结果应该是5吧 对不对 那么我们12 除以2 它的结果肯定是6 13 除以2 它的结果肯定也是6 来 12 除以2 6 13 除以2 它的结果还是6 为什么 因为呢 只能够被整除 就是我们只能够整除 好 接下来我们来学一下 密等性 2 这个 次方啊 就等于4 那么呢 这个3的次方东西们 等于多少 应该等于 这个27吧 对不对 OK 好 OK 就是你33的A9 3927 好吗 好 OK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Python的一个 基本的逻辑因素 那么我们 字符串能不能相加 同学们 在 字符串领域 相加就表示 我们这个 AA加上BB 就表示我们 字符串拼接的一个意思 来反映一下 那么它的结果肯定是 3个A 3个B 组装成一个字符串 他们是注意一个拼接 不是去注意一个加法 可以理解吗 那么其实我们经常在 编写代码的时候需要把两个字符串 合并在一起的情况下 咱们可以做加法 就是去做一个拼接 好 OK 那么这个视频老师就 就先把它给 暂停一下